第1611集 此刻 李主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方平想要我们的信物 显然 这里面有他想要的东西 这件信物 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的呢 有些异常 不过没太大的发现 恐怕需要时间 或者是契机才能发现异常 李主有些皱眉 这么说来 方平的确知道哪些东西重要 一定要拿走了 那现在怎么办 换不换 不能轻易换 鸿鱼迅速道 除了我们三人 还有十二位天庭舞者 这件海鱼已经被杀 天庭几次下来 早已损失惨重 他们留下 方平会放过他们 而且方平一定要拿下这些信物 必然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我父 头影溃散 可能将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 留了下来 甚至事关皇者之道 李主也心动 可还是头疼道 那就在这耗着 此地我们还有五位天王 方平一方 只要初五不插手 他们不是对手 李主想办法把初五一方 摒弃在外 或者让他们先传送离开 如此一来 方平他们才是弱势者 两人正在商量着 方平笑道 二位这是不甘心了 方平看了一眼天壁几人 笑道 天壁前辈 暂时不要急着离开 帮个忙 震慎一下 免得有些人觉得谈判不成 可以武力强攻 不过前辈放心 不用你们如何 前辈们在 这些家伙就不敢贸然出手的 我会尽快把他们弄走 说着又道 算了 要不前辈们和我们一起离开吧 我们这么多天王在一起走 这几个家伙想拦下谁 都是做梦 不换了 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说吧 方平带着讲号 直接朝初五一方走去 还挑衅地看了一眼李主几人 笑道 来啊 继续拦啊 我们待会就先走了 你们在这关啊 好好陪后来者聊聊天 最终关再见 红宇真的想吐息 此刻的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击之力 换还是不换 不换都走不了 红宇吐气轻声道 换 不过要十五枚 也不会有其他任何宝物 方平 你想拿走我父皇的遗赠 我们要的这些破关 这很公平 说吧 补充道 让其他人先走 我和李主天之留下 最后再交易 没问题吧 方平吹之以鼻 不屑道 哼 少来啊 三位天王留下 觉得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是吧 到时候不认账 和我们死磕到底 这一套我常用 你红宇太幼稚了 就在这时候 李主忽然冷冷道 主神使一直不出现 躲在战天宫 恐怕不是休息那么简单吧 方平 你也别逼我们 主神使在战天宫中 做什么 话落 他和红宇迅速朝战天宫飞去 方平确实不在意 懒洋洋道 你们不会以为他在闭关吧 你们进去试试 进去了 那就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说吧 方平看向天壁几人 笑道 劳烦前辈了 待会儿带走蒋浩就行 这几个家伙死活不愿意出血 那我就让他们见见血 说着 方平将蒋浩 丢到了出雾人群中 天壁微微挑眉 看向战天宫 那边还有铁拳 李寒松呢 那可是他带来的 前辈放心 他玉骨锻造 没那么容易死 我还用得着他 这时候 方平已经抵达战天宫门口 见两人就是不愿意交出信物 方平也不耐烦了 冷冷道 我不想在这一关耽误太长时间 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 你们耽误了我太长时间 二位 真要继续坚持下去 那就继续好了 看看谁吃不了兜着走 就在此刻 徐坤忽然颤动了一下 方平微微一致 有人来了 谁这时候破关到了这儿 就在这时候 一句骷髅从天而降 是的 骷髅 骷髅好像感应到了气息 瞬间恢复了血肉 下一刻 所有人都认识了 洪坤 坤王居然破关了 速度不慢 挺快的 方平他们也才刚破了 霸天地那一关不久 现在坤王居然已经破关了 而坤王看到方平的瞬间 怒吼道 方平 混蛋 他受够方平了 这混蛋接连几关都害得他好惨 刚刚变成骷髅 可不是他愿意 而是被霸天地打的 他拼命战斗了半天 总算拼得霸天地有些厚力不济 被他瞬间击中 占据了上风 算是赢了那一关 可他受伤不轻 非但如此 消耗巨大无比 要不然也不至于过通道 血肉都没恢复 此刻他气息还不稳定 这个亏吃大了 而现在 方平却是毫发无损 显然这混蛋过关的很舒心 方平一看到洪坤也是无奈 看来 我要发大招了 坤王来得真是时候 现在不用打招 这些家伙不会觉得自己怂的 果然 此刻鸿鱼眼神一亮 李主也是迅速到 坤王 这一关破关信物 都在方平那边 这是帝皇关卡 帝皇留下的包物 都在方平那边 此话一出 坤王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他受购方平这混蛋了 而就在这时候 方平叹道 洪坤啊 考虑一下 自己走人 我送你一件信物离开 全都交出来 本王近日宰了你 坤王怒吓 他感受到了 助神使的气息 不是太清晰 可此地人族强者 应该救方平和助神使 既然如此 他和红鱼几人 绝对可以收拾他们 至于那些初武者 有些麻烦 他正想着 方平确实道 天壁前辈 你们可以离开了 天壁愣了一下 下一刻 眼神一动 微微点头 瞬间带着蒋浩 一起传送离开 坤王也愣住了 何止坤王 李主和红鱼都是脸色一变 方平可不是那种找死的人 让初武的人传送离开 这是 小心 别让他们也走了 红鱼低贺一声 他觉得方平这些家伙 准备直接离开 将他们困在这儿 李主却是头皮发麻 抱贺道 快 快想办法走 刚来的坤王也觉得不太对劲 他吃亏太多 方平忽然让初武的人走 他觉得不妥 眨眼间顿空到了关卡边缘 喝道 方平 给本王信我 他要走 妈的 不报复了行了吧 他刚从上一关的地狱中出来 不想再遇到麻烦了 方平确实有些同情地看着他 郁闷道 你早说呀 我以为你非要和我死磕 我这不寻思着 你跟我死磕 我麻烦很大吗 来不及了呀 他都已经让助神使发动了 坤王真是的 你早说 我让你走 我继续和他们对峙呀 你一个破巴的来了 我这不是担心你捣乱吗 坤王脸都紫了 这么说 真有麻烦了呀 该死的 自己到底捣了什么没 接连几关都遇到这王八蛋 我这才被霸天帝打得半死 赶到了这儿 你又他妈来坑我 方平 坤王声音都有些尖锐了 那边 一天王对方平的手段 还是没那么了解 此刻还有些茫然 也有些震撼 坤王这家伙和他父亲很像 急傲 霸道 眼高于顶 也很在乎面子 在外 也一直注意他破巴天王的形象 包括皇子的身份 当年的霸王之一 这都是坤王极傲的资本 可现在 这声音怎么就这么尖锐无力呢 好像还夹杂着一点道不明的委屈 一天王怀疑自己听错了 坤王这位破巴强者 怎么会觉得自己委屈呢 何况方平好像也没做什么呀 坤王跑得那么快干嘛 那边 坤王疯狂轰击壁垒 他想跑路 妈的 总觉得没好事 哪怕戒币外有规则 他都觉得未必更危险 还不如干脆跑路算了 而这一刻 天气忽然暗了下来 一条通道出现 不是传送通道 是有人出手 直接破开苍穹 汲取了无数的生命之力 眨眼间天际 又有一张巨手出现 坤王几乎是绝望地怒吼一声 卧槽 真的又被坑了 他都快气疯了 本王为何要现在来这儿 光是这股力量 他就觉得 绝对不比之前的霸天地弱 而这一刻 李主也是一声长叹 接着迅速吼道 快 会合 红宇 护住其他人 该死的 他们围造了帝皇投影 他看出来了 这一刻李主也要吐血了 方平这个疯子 难道要破坏了这一关 引诱规则彻底降临 那边 主神使提着李寒松 破空而来 迅速凑到方平跟前 喝道 快 护住我们 避一避 小子 你不是说临走才发动吗 要不快点走 不走 老子就和他们号上了 不弄死他们 也要带走所有东西 他不走 他还等着帝皇分身 汲取好处 给自己端造预骨呢 走了 到哪弄好处去 他有真血在身 哪怕规则爆发 他受到的伤害 也绝对比其他人小 就看谁耗死谁了 方平 让本王走 本王不管你们的事 昆王再次咆哮一声 他很聪明 几乎是瞬间 他已经差不多判断出了一切 和本王无关呢 让我走吧 抱歉啊 我阻止不了了 方平一脸遗憾 此刻帝皇分身 已经开始击破苍穹 疯狂吸纳那些生命力了 而规则大手 已经开始酝酿 有降帘的趋势 霸天帝前面才干了一次 现在又来 此地的规则 好像都愤怒了 这时候 凝聚速度 比霸天帝内观还快 昆王那是真的委屈 他妈的 他才到而已 什么好处都没拿到 甚至连具体的事 都不知道 就要他来背 这个黑锅 他那是心里真的苦 有这么干的吗 红宇这几个混蛋 干什么了 方平看着天空黑暗下来 难难道 大家就当渡劫吧 我觉得不渡劫的修炼 是不完整的 现在给大家机会了 一起来渡劫 扛过去了 应该有点好处的 众人怒不可遏 方平 交出信物 让我们离开东西 我给你 他不想和方平 这疯子一起渡劫 这算什么渡劫 这是自找没去 他要现在离开 那不行 给我也吃了 都熬一下 不死的话 可以继续交易 死了的话 我直接拿你的 同理 我死了 你们白捡信物过关 别挣扎了 方平才不会 现在放他们走 混蛋 红宇抱贺一声 手中出现一柄长剑 直接朝方平杀来 主神使冷横一声 也是手持长棍 瞬间杀出 两人破八 瞬间厮杀到了一起 杀了方平 红宇抱贺一声 那边 离主看向远处的 昆王喝道 昆王 臣此机会除了方平 不等联手 规则也奈何不得我们 此地强者极多 这规则 目前只是覆盖 还没降临 就算降临消灭了 帝皇分身之后 大概就会消散 而他们 需要的就是撑住 在帝皇分身消散之前 不死就行 不死 他们就可以度过这一劫了 都是强者 也都很快看出了关键 帝皇分身 毕竟是假的 实力一般 想撑很久 那是做梦 正想着方平一把提起铁头 带着苍帽 瞬间收起战天弓 抓住了帝皇分身 朝上空飞去 方平哈哈笑道 来啊 杀我呀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 咱们一起玩玩 看谁撑的酒 众人呆滞了一下 方平这混蛋 直接飞到了上空破口处 而规则大手就在他头顶 方平口中喷出大量鲜血 覆盖帝皇分身 笑道 哼 有意思 好玩 真好玩 这规则毕竟是死的 你们觉得好玩吗 我覆盖了假的帝皇 规则找不到破坏者 哈哈哈哈 你们猜 这规则大手会怎么办 众人瞬间惊醒 怎么办 凉拌 当然是全覆盖性的覆灭一切 让破坏规则的家伙 死无葬身之地 可帝皇分身被覆盖 规则之手发现不了 一直无法毁灭 李主变了脸色 抱贺道 杀了方平 不杀方平 接下来必然会持续很久 李主他们可不敢保证 继续下去 这规则之手会不会越来越强 到最后也许真能灭杀他们 方平这疯子 方平也不废话 瞬间融合了铁头 看向肩膀上的苍猫哈哈笑道 大猫 再跟他们干一次 他们虽强 可规则降临 他们得分心应付 还未必如我呢 此话刚出 周天之手再次降临了 微微避开了方平一些 然而 依旧有能量余波 震动方平 方平身体微微一致 一阵苏马 好像被雷霆击中 规则好像感应到了一切 发现破坏规则的家伙 就在方平这边 也有一股能量渗透而来 方平直接挺身而出 抵挡这股攻击 很强 哪怕只是余波 恐怕都有破六的实力 那边 李主几人更是崩溃 大手直接全部覆盖此地 要灭杀这里的一切 让规则继续下去 李主咬着牙 手持万戒顶 霍空朝方平杀了 不杀了方平 这一关都难过 下方 一天王冷哼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柄长弓 弯弓射箭 一箭洞穿前方的能量阻碍 杀向方平 天局 盛红 一起杀 一天王也是爆喝一声 此刻不杀方平 都麻烦大了 那些地窟强者 药神导和神教强者 还有不少人在 此刻一个个面露绝望之色 完了 吃完了 轰隆一声 到了这地步 谁还要经历 护佑这些人 雷霆巨长降临 一掌拍下 在场的真神 直接全部被拍死 几位帝尊级强者 也是瞬间重伤 一个个悲鸣起来 迅速朝那些 顶级强者身边凑过去 教主 救命啊 有人吼了起来 喊的是坤王 神教的一位帝尊 红坤此刻也不再逃顿 一掌挥出 将迎面而来的 一股能量击破 自己微微顿了顿脚步 可见 这股能量有多强大 它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下一刻 红坤迅速破空而出 一把抓住了那位帝尊 看向上空的方平 再看看和那边 红雨交手的助神学 陡然骂道 蠢货 啥什么方平 先干掉助神使 老子好歹破把能撑一会儿 干掉助神使 连数杀方平 他讨厌方平 可现在杀什么方平 李主这混蛋脑子进水了吧 这时候杀方平 那不是主动往规则那边凑吗 先干掉助神使啊 会 改变 你们 改变